相信大家都知道 臺灣的中小企業 在臺灣常常受到國稅局的協商協助 那我自己最近發生的案例 就是在去年 105 年的時候 收到國稅局打電話來跟我講說 你100 年入促進頻繁 所以我合理的歡迎你有境外所得 我跟國稅局解釋說 我們是外銷產業 當然要有新產品上市 當然要常常出國去參加 那你既然查得到 我有品牌的入促進的記錄 你就應該知道 我每去的每一個國家 停留的時間都不多 怎麼會有境外所得的問題 那因為去年 我有機會接觸到法稅改革聯盟 也參加了他們的開放活動 我告訴我自己說 我這次不要再妥協 所以在去年這樣的過程中 不管國稅局要求我給他什麼樣的文件 或給他什麼樣的資料 我都照做了 給了他這項 他做深出另外一項工作 所以呢 我們公司的負責人士跟會計的小姐們 為了要準備這些資料 常常留下來加版 也造成我人士成本的增加 到最後呢 沒想到他威脅不了我 由於法稅改革的這個堅持的心 他竟然轉成去威脅我的會計師 他跟會計師說 如果你不想辦法讓這家公司繳這張稅單 你所有旗下的每家客戶我都要查 那大家就知道 會計師接了那麼多的他的客戶 每一家多茶子會造成他無謂的這個時間上面的浪費 因為要應對 所以會計師轉過頭來跟我說 我拜託你們去講 我是在被會計師拜託之下 又妥協了這張稅單 這也是我今年第二度站上開到的原因 我也跟我會計師說 我們一定要來支持法稅改革 因為如果我們每一個受害者 都不願意站出來 然後來講這些話 因為國稅局的公權力 可以查我們五年 我們公司就是像剛剛有人講的 電腦自動跳出來 每年都查 有一年的原因還更扯 管區跟我說 哎呀你就是我管區裡面 影業額最高的多少角力點 我說影業額高並不代表我獲利高 哎呀你就當做國家欠稅收 多少角力點 我相信一定有在場有負責經營企業 一定聽過這個理由 但是我在想 我們為什麼要一直妥協於這種 多少角力點的制度 因為我並沒有違法 我是合法繳稅的 我從來都沒有逃漏過稅 我為什麼還要去多繳 多少角力點的稅 所以今天也是我願意站出來 然後站上海道 為了讓我們整個體制翻轉 因為剛剛無論是學者或律師都說了 一個體制不翻轉 不管你的政府 政黨輪替有多久 他永遠都是在殘害我們 如果我們連我們中小企業 都沒有辦法在台灣生存了 那台灣不就是真正像他們年輕人講的 他執政老人跟小孩 那就是國一島 所以希望在場的每一位朋友 或是經營者 都能出來站在海道 才不會讓國罪局講 你講的都是個案 所以非常感謝法稅改革聯盟 一直在辦這種論壇 還有邀請我們這些稅災戶 讓我們有發聲的聲音 謝謝 進star 得 不 這 一